今天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黨的黨主席的住家 辦公室還有中央黨部都被收拾 當然我會讓坦蕩 我至少沒有問題 我也希望實證當局要清楚的說明 他今天是有什麼證據 要做這個動作 法律要同樣一個東西 因人而異 而且那個異是十萬八千里 是完全不一樣的轉向 三天前三天後他可以完全寫不一樣的版本出來 你跟我講這不叫司法迫害 法院變成什麼人 法官變成什麼人 變成工具 變成政治人物打壓異己的工具 變成政治人物在毀滅一個人清白的工具 我希望大家都想要救柯文哲 把柯文哲救出來 我希望大家都來 我希望大家可以擠爆那個場地 大家為了自己 為了台灣的未來 這真的是很誇張 但我不知道多少人為你 我不知道多少人被這件事情影響到 但我現在也希望各位可以來幫這個人 也幫幫你自己 不要只有在網路上跟他們吵 希望大家都可以來現場 一個沒有罪的人 要被羞辱到這個境界 我一定到 我一定陪各位 為了誰 為了我們的國家 為了你支持的人 為了你支持的人 為了相信他是無辜的 不可以這樣 因為下一個就是你 所以他 希望大家都可以 呼朋引伴 來幫幫柯文哲 在9月8號晚上的183洞 大家都可以去到錦南路去擠爆他 你真的看見到很多人就這樣不記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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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戰 非常非常的重要 要走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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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